南投县112年度志工大会市集区位竞赛活动 在南投县会展中心热闹登场 来自全县30个志工团队 超过500名的志工到场参与 县长许淑华由县府社会及劳动处长连志忠陪通 到场为志工们加油打气 感谢他们对县政的推动社区服务的无事奉献 也期许号召更多的乡亲加入志工的行列 与县府攜手共创幸福南投 为了要犒赏所有的志工朋友 每一年县政府也都会特别举办 趣味竞赛以及我们的创意进场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展现出我们志工非常强韧的生命力 同时还有看到他们非常的热爱生命的力量 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特别在创意进场的部分 有增加了5000块的一个奖金 还有总锦标的部分也有设立5000块 这是希望透过一点点奖金的鼓励 让我们所有社区的志工朋友 能够感受到我们县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县远林如阳油耗肯定县府规划活动的用心 也感谢志工朋友们在各领域发挥安定的力量 希望透过县府举办的大会式活动 以及发放兑换券 鼓励社区共同参与并展现社区特色 也能够让大家更重视志工 更了解在地社区 那就是因为有大家志工的努力 志工的付出 我们才有今天更好的生活 所以在这边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志工朋友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很多创意的进场 还有虚位竞赛的竞争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认识 那让我们志工的心能够更团结在一起 在这次的话 因为县府也进行许多一些奖励措施 也让我们志工们 他们大家玩得更开心 大家玩得更起敬业 同样希望借有这个购物券的方式 也可以让大家彼此交流 大家社区所进行的一些特色产品 还可以把这些产品买回去 那同时大家的趣味竞赛 大家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能够玩得尽兴 今年所次结合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与竞赛会场 设置南投市 草屯镇等 七个乡镇市的社区产业摊位 贩售社区当地特色产业 及二级加工产品 参加志工每人发给100元的兑换券 可抵扣商品价格 带动志工消费做工艺 增加社区的裁员收入 加强对弱势民众的关怀照顾 许县长除了肯定志工们 无视的风险外 也期许号召更多的乡亲 加入志工的行列 与先服攜手共创幸福南投 记者 周平郡 南投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